0 上下相应 左右若一 在人营脉口 标本跟节比较时 都是上下相应的对比 然而左右的对比亦很重要 比如左脉大并在左 右脉大并在右 痛在于左而右脉并者居次之 脉大为邪气于智 邪气激流之处 故脉间大己或造卓 古人以经穿河流比喻血脉 凡河道受阻或有暗交之处 水流必然湍急 水面高涨 故以脉大定定处 旧病者 邪气入身 赐此病者 身内而久留之 兼日而复赐之 必先调其左右 去其血脉 赐到必已 灵书忠实 上下有位 左右有记 素问六位止大论 随气所在 其余左右 以知其气 左右应解 素问五运行大论 皇帝曰 用真之理 必知行气之所在 左右上下 阴阳表里 血气多少 行之逆顺 出入之和 灵书官能 可知左右脉的比较在临床的意义极为重要 临床操作 左右若一比上下相应更简单一行 左右两侧相同脉洞处的脉体粗细 脉力度的大小 脉质轻着造静 等等 需一一对比 分毫不差 左右若一无病 或约未动 凡左右比较不能若一 或两处皆动 或只一处动 动则次之 鼻者体悟左右若一原字 一 颅底椎疗法 对周身脉动的调整方法 其原文如下 导出静止脉动后 不做任何干预 静静等待 静后脚步颅底椎脉动 是否有改善 如果脉动活动度的大小相等 左右脚的脉动成对称 则治疗目标完成 鼻者在接触很多西方的徒手治疗手法之后 发现颅底椎疗法 对医者守神的要求是极高的 恰恰在要求守神之时 同样提及脉 同样要求 上下相应 左右若一 即上下的运动频率一致 左右的大小一致 与笔者一直思考地取读 针刺平脉的古典针灸体系有交集 甚至是吻合且治疗目标完全一致 皆调治 上下相应 左右若一 其治疗 是通过对颅底椎的脉动节律的重置 来改变全身的脉动节律和脉动力度 像极了笔者在临床针刺人 营动脉 虚理动处 充脉等气之源头 以平脉 既然调整颅底椎可以改变身体其他部位的脉动 那么身体其他部位的脉动 亦必然可以调整颅底椎的脉动 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 有阴币有阳 二 英国柳叶刀2012年发表了一项分析 指出双臂血压的测量比单测的更重要 随之 有关医学权威机构对双臂血压进行观察发现 双臂血压相差10个单位以上者 接下来得致命性心血管病的概率 要比相差小的高出38% 后来多个医学机构做同样的观察 发现左右压差较大的还会引发很多其他疾病 比如失眠抑郁等 很显然 此是左右不能弱异的原因 通过治疗症状改善之后 再次测量两侧的血压 发现相差明显减小 这和古典针灸针刺之后 以骨气质 脉冲和与否 已确定治疗是否有效 完全吻合 顾骨则食 血则虚 痛虽不随针解 并必衰去 左右双臂血压的不一 其本质就是 两侧的齿脉 取则脉动 不能弱异 而针刺的目的就是 使两侧取则脉动弱异即可 笔者在临床却有很多条 使取则脉动左右弱异 而治愈疾病的一案 现代医学认为 血压仅仅是血液循环中 摩擦血管壁的压力 取则处的饶动脉 也仅仅是用来测量血压而已 然而 古典针灸的思维 就是直接调平两侧脉口 使之左右弱异 故曰 实则卸之 虚则补之 必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 无问其病 以平为期 素问三不久后 三 二十世纪中叶 日本一家赤语性兵卫提出 十二经 景学之热敏感度测试法 笔者曾读其著作深受启发 其学术灵感源自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次疾病 赤语师认为 人体十二经 手足相应处 正如镜子一般 相互影响 且应当相等 若有病邪潜伏在某经络 则对温度的感知极存在差异 尤其相同经络的景学更为突出 上下不能相应 左右不能若一 皆为动 动必有邪气举致 其切身体会 源自自身的一次治疗和细节的观察 赤语师当时被凶猛的扁桃体验侵袭 因痛如刀割 高热 卧床不起 物含 取汤脖子温手足 放于双手 又足上一碰 汤不可忍 水之放于左足时 不觉的热 此左足极为独动 此时 其心有所感 暗想 扁桃体验正是否和左足不知热烫 有某种关联 细想 未经过扁桃体而入于面部 遂寻左足的味精 从下向上寻找 终于在大腿之中央 寻得一个过度敏感的压痛点 以及细针刺入此点 约十秒钟 左足突然感觉汤脖子很烫 同时咽痛当下云霄雾散 仿佛不曾生病过一样 此后 事与事与左右相同的景学 做热敏度测试 寻找左右不易的治疗处 调整身体的气血 如咳嗽区左右的哨伤侧热敏感度 左哨伤五秒有热感 右哨伤三十秒才有热感 故于两侧的肺经上寻找敏感点 不所泄诱 若左右皆为十秒 或皆为二十秒 即为左右若一 不予治疗 再寻其他精 须左右不若一者治之 次此病者 身内而久留之 先日而复此之 必先调其左右 寻到左右不若一的经络 再在此经上寻找敏感点 即揣学次之 影翅语识一一暗 腰痛 左齿不脉沉明显 致阴瘀又为一百二十秒热 左为二十八秒热 热敏感时间存在明显差异 在右侧的膀胱经上揣学的一点 此之后 再侧 幼稚阴瘀为四十九秒 左为二十五秒 朱正皆减轻 赤与氏对左右热敏感度的调整 完全和古人 对左右脉口的若一调平 是完全一致的 由颅底追疗法 到双臂压差的测量 到赤与氏的热敏感度检测 完全符合标本脉法中所述 虚实 寒热 动静的比较 许不能上下相应 左右若一的脉口次之 或揣斜次之 临床诊疗时 以读取寸口 或气口九道脉 或人盈脉口 三阴三阳脉 三不九后等 先初步判断并经所在 再左右比较相应的脉动处 若左右有差异 则调之 补不足 损有余 并之若一 在插学的过程中 也应该同时注重左右两侧的比较 与已定并经 寻经插学 得某一处A点压痛过度敏感 再看对侧相同经络的同一部位 A点的敏感度是否相同 若A处的压痛不敏感 则说明A是治疗点无疑 临床使用体会 若查体 两侧太重学不一 右太充脉大 左太充脉不足 于刺脉之前 在左右的肝经上 寻反应点刺之 先解解 再以相隐的方法刺脉 右太重谢之 左太重不之 谢者 大针 强刺激 不留针 行曰 刺热 如手探汤 不者 以极细之针 微推 开磨精髓引股气质 就留针 出针后 闭气孔 物灵气血 或刺虚 针入脉中 谢则罐头双层脉 管闭 气口 脉口的位置相对固定 而气血虚揣 血寻节节最为精确 所揣的痛点有二 一为现在一家所言的 静膜高张力点 过敏点 神经敏化点 骨面痛点 此之即可 二为 血之肉荒空处 两块肌肉之间隙 或肌肉与骨骼之间的凹陷 即肌肉外包膜 刺气血之分刺法 必须穿血以定将刺处 血开除闭空或痛 刺脉口法需取读洞处刺之 三阴三阳脉 五脏斜脉 或人淫脉口 整体调平 脉刺 目刺 读取寸口 气口九道脉 三不朽后等 局部调平 先初步判断并经所在 再左右比较相应的脉洞处 若左右有差异 则调之 补不足 损有余 令之若医 上下相应 左右若医的诊疗思维 几乎贯穿古典针灸的脉刺法 不仅仅用针平脉如此 临床用药平脉亦如此 上下相应 左右若医 比较脉脂强弱 大小 脉脂节律 快慢促节带等 脉脂质地 滑色 脉管地 紧闲缓 脉脂清浊 早静